张花冠市遭到起诉了 问题是民进党内部 有没有处理这个事情呢 蓝营方面就质疑说 民进党一定是在护短 所以故意不处分他 苏贞昌主席监视说 因为司法常常摆乌龙 所以他们这一次 就不随着检调单位起舞了 他们说要等到判决的结果 出来之后才会有党纪问题 而蔡英文也认为说 时机点很敏感 所以她也觉得 会不会是当中 有政治因素存在 勾举上靠双手 于宁县长苏志芬 一涉嫌收受环保公司500万汇款 被裁定收押 传送四年二审无罪 前国安会秘书长邱一仁 被控侵占机密外交公款 积压50多天 招牌长法被剃成平头 最后无罪定验 还有她前南投县长彭白显 12年前卷入921贪污案 遭收押61天后交保 最后也是无罪定验 一连串司法乌龙 让民进党这次面对 嘉义县长张花冠遭起诉 态度全面硬起来 五根手指都算不完十几个 那折腾了好多年 他们所受的苦 像现在邱一仁秘书长 说愿意赔偿一天五千块 可是我们让人家退出民进党了 我们怎么补偿 这变成侵害人权 那民进党如果随着减掉其武 那就是给当事人双重侵害 重申不随检调其武 民进党坚持一审判决后 才会启动党计 但这可让国民党趁机操作 批评绿营一心互短 实际敏感 民进党这回更加小心翼翼 不轻易随外界起武 以免伤了党内和气 三立新闻陈立国宏宛镇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